潮店前老闆倩欣 臉書土怨 助人按讚也被告 在臉書按個讚也被告 有沒有搞錯 專賣Dr.Martin's的知名潮店 購壞堂前老闆胡金南 两年前創辦滾雜誌后 因为经营不善倒闭 疑似激欠员工薪水 却还扯出这起 告员工妨害名誉的官司 原来去年8月3号 購壞堂前员工艾蜜莉 在臉書发文 为什么其他人都拿到 5月份薪水救我没有 把我当白痴爽 同时Eric也呼应留言 哇靠 夜壶真的有够臭 下地狱去吧 想不到过了一年 Eric竟然收到法院传票 上个月底开庭 才知道被老板告妨害名誉 更扯的是 路人甲许小姐 在留言下按个赞也被告 Eric和许小姐出庭 都一头五水 许小姐说 真的很倒霉 如果只是按个赞就这样 以后谁还敢玩脸书 Eric则表示 大家都做白宫 难免会发泄情绪 连按赞的无辜路人甲 也不放过 不会很过分吗 御师表示 若别人猜不出po文内容骂谁 就不构成公然侮辱或毁谤罪 但也提醒网友 如果转贴他人不当言论 导致更多人看到留言 还是可能面临民事求偿 另外 吴京南去年4月涉及假消费 增刷卡案 检方仍在侦办中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